前两天那小老弟找我修个齿轮嘛 这齿轮修的呀是相当的满意呀 就给我打电话说呀 大哥你这齿轮修的呀 这太牛了 我们老板一瞅你这水平那也相当哇塞呀 完了就说呀 我们老板看好你这个技术了 说你这个水平太高了 说修一个齿轮啊 八百块钱这真不贵呀 这是技术费 然后又说呀 你再给我做两个新的吧 我这拍脑门呢都没想明白 我说修完了怎么还要做呢 人家就说了我要做两个备用 啊我是这回明白了 那我说你要做的话 那麻烦哪 那个需要加工建火处理的呀 而且那个成本就高了 我说一个得一千五啊 那小老弟啊连杯都没打呀 直接就做主了 你再给我加工俩吧 我当时那小滑子呀 我就给他塞嘴里起来 我说小老弟啊你真是那个呀 我说我干了二十多年加工啊 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敞了的小老弟 我这就想啊 我说你们既然这么敞了呢 我的技术我也不隐瞒了 我就全露出来了 我会觉得你更远的小呀 我看得到小老弟 你的感到免费签 我看得到小滑子呀 我看得到小滑子呀 这不又定做俩词吗 我这把这毛皮啊 我先加工出来 加工完毛皮以后啊 得需要仙气哥来切 把尺具啥的都给他切好的 然后呢 要热处理 这磁轮才能完成 着急啊 先一步一步来 大家看看我干的效果怎么样 这不仙气哥也切好了吗 整个造型都出来了 大家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活干的是非常哇塞 我就说呀 搞技术这玩 你不能管要钱 你最起码技术得过硬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 你那个磁轮得给你修好了 要不这俩单子你都接不着 到最后啊 我要教教大家 磁轮如何建火处理方法 让你们学学啊 磁轮到底如何热处理 第一步啊 管老婆要两块钱压岁钱 买一袋盐 两个磁轮一袋盐就够了 把那个盐放进容器里 然后啊 一定要有五十度的温开水 来融化 开水就不行了啊 这是技术要领 然后我再找个棍子 你就糊了糊了就行了 把它融化掉 下一步开始把磁轮加温 插个曲儿啊 此轮一定要达到999度啊 多一度少一度都不好使 有人就说了 大明哥啊 我怎么知道 它9899度 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 这是商业机密了 就不能告诉你了 回家蒙背窝子里头 慢慢想去吧 大家看见没有 上面一层白铺 这就是盐碱在里面起作用了 还有不懂的啊 就回去问问你那个化学老师 这是什么原理 用我这种方法处理完的磁轮啊 那是相当相当的硬啊 下一个也是这么操作啊 背背背背背背背 早点啊 过去也老掉下 还有才神来管 它的副甲让你流连忘返 我这双利的花 爱上尝利的玩 不过你只有一半 过去也老掉下 还有才神来管 它的世界多了些安全感 真拿过几道管 怕过几道盘 梦里醒来时平凡 再插个曲儿啊 大家都看到这儿了 所以这是不是就完成了呀 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 最后还有一步呢 那个很关键呢 最后这一步啊 是弄一盆凉水啊 把它最后清洗一下子 把上面那个白铺给它清洗掉 要不然它多难看呢 清洗完以后啊 这个磁轮才是真正成型的磁轮啊 这外观呢 也黑不溜秋的 磁轮的也相当的硬 小老弟和老板呢 也相当喜欢呢 这小钱挣的呀 是相当哇塞呀 关注大明哥不迷路